狂风暴雨吹袭发出可怕的呼啸声 威力强大的超级台风诺卢 28日凌晨在越南中部登陆 造成大规模停电的灾情 迫使越南当局在许多地区实施宵禁 商家和饭店也都必须关闭 稍早之前首当其冲的广南省 已经有超过2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大批民众西家带卷背着行李 赶忙在风暴来袭前进行疏散 越南当局警告 怒鲁台风最强可能达到 每小时160公里的风速 航空单位已经将越南进一半的机场关闭 导致数百个航班被迫取消 随着风势越来越猛烈 民众在房屋外堆起沙包 加强屋顶梁柱 沿海渔民也都返回港口躲避风暴 将船只牢牢固定在路边 以做好防台准备 陆路台风先前袭击菲律宾 造成至少8人死亡 跟在当地引起大范围洪水泛滥 越南当局警告 诺鲁可能是过去20年来 侵袭越南最强大的台风之一 预计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将集中在中部的广义省和广南省 而政府已部署27万名士兵 随时待命 海语新闻黄语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海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